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跑就业计划收到近15万份申请 雇主周五开始受到补助 政府也宣布向多个行业不漏失忆 王毅促进英国尊重中国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常权利 务必采取甚至又甚的态度 各位 国泰航空公布资本重组计划 政府成立公司入股 并向国泰提供过度贷款 政府强调并非入主 也不会参与国泰日常营运 当局按财政司司长法团条例 成立全资拥有的有限公司Aviation 2020 国泰航空提出的390亿元融资计划 包括向政府新成立公司发行优先股和认股权证 优先股涉及195亿元 政府也会提供国泰78亿元过度贷款 可以及时提取使用 另外 由现有股东以每股4.68元供股 为国泰集资117亿元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 是国泰集主要股东向政府寻求援助 为维持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 而由此决定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对全球航空业 带来前所未见的打击 为了巩固香港作为区内国际航空疏纽地位 以及香港的长远发展 特区政府决定透过土地基金投资国泰航空 这一项投资并不意味着政府入主国泰 特区政府无意长线持有这些股权 也都不会参与这间公司的日常营运 陈茂波又解释 在疫情下 航空业面对非比寻常的市场失效情况 而国泰占香港国际机场客运量及货运量 分别5成7及4成1 香港在全球的220多个行点 其中49个客运点及14个货运点 都只有国泰提供服务 当局估计入股后 内部回报率达4%至7.5 比外汇基金过去6年的平均回报 3.7%高 形容回报合理 而为了令国泰更快赎回优先股 向政府派发的股息会定期递增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各地实施不同入境限制措施 重挫航空业 国泰和国泰港龙 有以前飞往70个目的地 缩减到只是来往10多个城市 并大幅削减航班 4月份平均一天不足500名乘客 按年大跌99.6% 货运就没有跌那么多 不过因为客机减班 连带机度货运量也减少 整体少了于4成8 国泰曾指 今年首四月已经亏损了45亿元 近年国泰在原油对冲失利 15和16年曾连续两年 亏损近85亿元 而近年油价在低位徘徊 到19年国泰仍因原油对冲 损失于1亿元 曾多次指无意开拓连航 国泰去年正式进军连航市场 以约50亿元 收购香港快运 去年本港社会事件 有国泰员工指 因反修例立场被解雇 而多架客机的首提氧气瓶 也怀疑被排气 内地民航局指 因安全风险和隐患 要求国泰提交机组人员资料 泰股市国泰最大股东 持有约4成5的股份 国航就持有约三成 三年前入股国泰的卡塔尔航空 占约一成股权 早前也指需要时会再注资国泰 武器人电视记者李玲报道 本港今天没有新增 本地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政府宣布向多个行业 补漏失忆 提供财政援助 而支援雇主执薪的保就业计划 首批申请的雇主 将提早在周五开始收到资助 政府预计拨出810亿元 设立保就业计划 协助雇主执薪 申请会在星期天截止 行政长官林正月额出席行贿前提到 已经收到14.8万份申请 占政府预计的五重五 当中有2.55万份已经处理好 雇主周三会陆续收到通知 周五开始收到款项 比预期早了一周 雇主不需要害怕提出申请政府的工资保贴 会被污名化 因为这是要大家共同努力 只要雇主或者企业 经历过这段时间 生意下跌出现了困难 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 他真的可能要裁员的时候 我请他尽管提出申请 810亿元不是上限 他又提到 政府会利用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的 100亿元应急款项 向多个行业不漏时宜 包括超过10亿元 支援有4万多个 没有强基金户口的建造业长散工 又会支援没有申请政府 其他计划的洗衣业 职业介绍所 汽车维修业及洗碗工厂 而针对失业及就业不足人士的 现金援助也会扩大到所有领取 在职家庭津贴人士 可以获发额外两个月津贴 而领取学生资助住户 也可以额外有4640元 无需再申请 另外会补贴工程顾问公司 聘请新毕业的工程师 建筑测量师 以及规划及原境界的大学毕业生 数码港会推出金融科技相关职位 政治委任官员 原本7月起加薪2% 连同行贿非官首议员都会动心 吴新电视记者温乔菲报道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与英国外相蓝涛文通电话 敦促英国尊重中国在香港 维护国家安全的政党权利 促进英方在这问题上 务必采取甚至又甚的态度 蓝涛文强调 必须维护香港高度自治权利和自由 中英两国近期就港区维护 国家安全法立法持续争议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与英国外相蓝涛文周一通电话 王毅表示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外来干预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 事关中国核心利益 是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问题 国家安全事务属于中央视权 指这是各国通力 中国也不例外 他强调 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立法 是为了更好贯彻一国两制 是对坚持一国两制的 又一次郑重承诺 又说香港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要惩治的是极少数 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港独 和暴恐分子行为 直立法只会使香港法律体系 更加完备 王毅说 回顾中英关系历史 中方从未干涉英国内政 同样中方也希望 英方尊重中国宪法 和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 尊重中方维护自己领土上 国家安全的正当权利 尊重中国中央政府 根据一国两制方针 对香港实施的管制 指英方在这一问题上 务必要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 新华社报道 兰涛文在通电话时指 英方致力于发展 与中国强而有力的双边关系 指英国愿就本次 深入交流内容仔细思考 本着相互尊重精神 继续与中方沟通 而英国外交部发言人 引述兰涛文与王毅对话内容 指英国对北京在香港 定立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表达深切关注 强调北京必须根据 中英联合声明下的国际义务 维护香港高度自治权力和自由 无线电视记者温乔菲报道 稍后我们会报道 林郑月娥指 政府会吸取过去一年的教训 希望国家安全法 有助社会回复安宁 欢迎回来 反修例事件一周年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指 政府会吸取过去一年的教训 希望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有助社会回复安宁 明镇在去年6月9日 发起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大游行 事隔一年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问到 有什么反思 过去一年香港经历了的困难 大家都有目共睹 也都由于是这些严峻的局面 每个人都要吸取教训 特区政府要吸取教训 各个立法会的议员 我希望都能够吸取教训 就是香港是承受不起这些乱局 人大常委会将就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立法 林郑月娥被问到 新法力是否没有陪审团 她表示这次是中央层面立法 不能推测条文内容 但呼吁各界支持 民阵发声明至6月9日是香港人抵抗恶法的集体回忆 而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即将压境 大家会相当忧虑 但黑夜中坚持到底就会见到天明 民阵会勿忘香港人抗争的血泪室 继续筹办七一游行 无线电视记者李林报道 新闻报道完 感谢收看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